一位台湾教授提出的台湾前途震聋发聩 家国无忧台湾教授提出的台湾前途 值得大家好好读读 台湾未来的机会命运到底该何去何从 台湾教授范冠帝给台湾相亲的一份公开信 尤其是深履的当看到在台湾亲戚朋友及大家 都准入在了茶户里的总统选举分报 忍不住还是说一些我该说的话 其实台湾选谁对台湾的将来影响不大 因为台湾的将来不决定在台湾手中 而在中国大陆及美国手中 韩国瑜郭台铭还有柯文哲任何一位当选 都可以保证四年的台海和平 但是蔡英文在当选 天也不会掉下来也不敢宣布独立 连独立公投都不敢就像现在一样 世卫候选人都在凭经济但经济是骗人的 两岸关系没搞好怎么拼经济 对两岸关系各位候选人好像已经有了一个共识 都成了一个中国 而那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 都不接受一国两制 但你不接受一国两制你接受什么呢 表示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两岸问题 首先谈谈深绿的立场 其实我很懂台独的立场 我还可能是最早提倡台独的人之一 六十多年前我就在我的律记里写着 假如外省人平等地对待台湾人 我就主张统立 假如外省人不平等对待台湾人 就主张独立 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朋友 一位最老最好的朋友叫刘福珍 他不但主张台湾要独立 还希望台湾变成美国的一州 最近还交了一位更奇怪的朋友 叫蔡炳唐 他一直拿资料给我看 想证明台湾国际法上是属于日本的 其实我家里也有一大半是主张台独的 我们不要谈一大堆理论 我们已经选上了三位主张台独的总统 假如台独是可能的话 他们早已经做了 台独大佬包括我的初中同学 本来不是想劝退蔡英文 而推出台独工作者嘛 连台独工作者都说 假如他当选 他不会宣布独立 他说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怎么中华民国不是外来政权嘛 应该赶快地推翻建立台湾共和国呀 所以台独工作者也在玩文质游戏了 我们选上了台独总统 怎么还不宣布独立 因为不敢 说明了台独从来是骗人的 现在连主张台独的也在抱着国民党的 中华民国这个烂摊子真是笑话 这烂摊子是七十年前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流亡政府 勉强称得上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因为还有十七个彼时小国成了你 也因此你有得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现在看起来 这是为总统候选人真的没什么差别 他们都解决不了两岸关系 他们都反对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你不要 那还有别的方案吗 没有的话 只剩下一国两制 我告诉你 一国两制其实是说给大陆听的 我看这是香港反送中以后 大陆人民会开始反对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了 结果大家都在拖 懒得不想统一 想办法拖 绿的知道不能独立 都想办法尽量拖 可是拖是没有用的 拖不垮中国 只有拖垮台湾 我说台湾的人是茶壶里的风暴 这个茶壶正飘向在大海中 而在大海中 正有一个真正的大风暴 那就是中美争霸在 这大风暴会决定台湾的命运 也会决定世界的命运 简单的总结一下 中国在三十年内 赶上了西方三百年的现代化 这上十年来 该学的学 该偷的偷 结果不但改善了 而且在很多重要的科技项目 已经开始超过西方 我可以断定地说 综合国力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 所谓综合国力 要看三方面 比如经济 第二军力 第三科技 经济最重要的不是GDP 而是工业中产值 中国的工业中产值 已经超过美国 日本 德国加一起之和 军事上看起来是较弱的 因为武器数量上还远远少于美国 美国军力强可以下下小国 但是下不了中国 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大国 其实小国也下不了 你看朝鲜 一有核武器就把美国摆平了 像维内瑞拉及伊朗 这么反美的国家 以前美国早就打进去了 到现在还不敢动 表示美国已经经飞西比 比大家想象的弱得多了 所以军事墙不敢打是没用的 科技方面值得惊讶的是 在重大影响人类将来的科技项目上 中国遥遥领先 诸如量子通讯和聚变研究 微中止研究 石墨西及克兰宾研究等等 你们可能天都没听过这些名称 但五到十年之内 我们的生活肯定会被他们改变 其中最重要的是量子卫星 它的重要性跟上世纪的原子弹的重要性一样 谁成功地发射量子卫星 谁就掌握着这个世纪通讯也的命脉 中国在2016年6月18日成功发射了 世界第一颗量子卫星现在已经三年了 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才赶得上 记得这一天以后历史会记载 这一天是中国正式超过美国的一天 让我说明一下中国以前发明了制造迟起的技术 这个技术中国保持秘密上千年 一直赚全世界的钱 西方工业革命有多少秘密啊 中国再一千年也偷不到 西方科技的最伟大发明计算机及互联网 有一个大漏洞 可以黑进去所以没有秘密科研 所以中国30年来该学的全学了 该偷的也偷了 而开始超越美国了 量子通讯的功能比现在的数位通讯不但上千倍 最重要的是它完全保密 所以中国的新发明没能偷得走 军事上中国已经可以保密 而美国没办法 军阀有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美国还用打吗 总而言之 中国实质上已经超过美国 美国近30年来一直瞒着打仗 突然醒来发现已经被中国超过了 所以特朗普会说他要美国重新伟大 正是因为他知道美国已经不是最伟大的了 美国以为现在是他最后的机会把中国压下去 所以发动了贸易战 又企图阻止华为手机在美国上市 大家做梦都想不到中国的手机超过美国 而且远远的超过你能阻止优秀的商品进入市场吗 还要用国家安全紧急令去阻止 这不是笑话吗 这真的是狗急跳墙的动作 但是都太晚了 中国说不想打不怕打要分配到底 这是很有底气的话 也是很真实的话 不但中国已经赢了 美国只是加速衰退 我预言美国的衰退会来得比任何人想象的快何场 你不相信 你就等着吧 假如我上面说的是对的话 我们就要好好考虑台湾的将来了 我觉得统一是唯一的道路 而且越快越好 真的有一点急 因为现在中国忙着跟美国争霸 中国领导人天天忙着在全世界布局 不但有一带一路 还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 台湾对他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把美国压下去以后 收回台湾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主席对台湾算是最温和最柔软的领导人了 他不但说会种种台湾人的生活方式 及现有的社会制度 还说一国两制的内容 可以跟台湾各界商讨 他已经对台湾示范了最大的善意 因为这是香港的反送中事件 大陆有很多反弹 开始怀疑一国两制 我觉得我们在大陆改变他们的主意之前 要赶快地跟他们谈好 没有解决两岸问题 就没有办法解决台湾的经济困境 台湾的政治家一直都在谈西向或者是南向现在 又在谈北向 其实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向中 全世界都在向中 因为中国是现在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台湾越快地搭上 一带一路这个重大改变世界的经济列车越好 有些台湾的特别问题 像我们大学太多 学生不够 很多大学都面临关门 我们应该打开大学门 大陆有的是想上大学的学生 我们可以把台湾变成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心 另一方面 大陆正在推行复兴中华文化大业 台湾因为历史的原因 把中华的文化保存得相当好 这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大陆不少班 还有一点 台湾在地理跟文化上处于东西文化之间 我们西化的时间比较早 强度比较深 这其中的利益都可以供大陆的参考 我觉得统一是对台湾人民最好的 我们这一代有幸能够看到中国的复兴 中国的崛起 我们应该兴高采烈 参加投入及分享中国盛世的开始 连岸关系是人民之间的感情问题 要解决这个历史留下来的问题 台湾不能够敌视对方 更不应该论贼作福 现在是我们主动向大陆释放上意的时候 制动释出善意 制动谈和平统一 非常重要 这样才能够争取对台湾最好的条件 等到濒临城下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感谢观看